原警用工具敲破运动教室的玻璃门 立刻冲了进去 一名女子在里头被瑜伽带缠住脖子 呼吸困难 情况危急 女子不断呼救 差点就没了气息 原警赶紧上前 剪断瑜伽带 把人救下来 紧急送医 台南中西区这间运动教室 中午这一名34岁女子 一个人在做空中瑜伽训练 没想到瑜伽带缠住她的脖子 她整个人悬挂在半空中 呼吸困难 动弹不得 幸好她集中生智 呼叫手机的Siri来报案 原警迅速赶到现场破门 入内抢救 协同救护人员立即破门 及时救下颈部遭瑜伽部缠绕 无法呼吸将要窒息的女子 最后由该女子丈夫陪同送医医治 幸好女子被救下来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她的丈夫也赶到现场陪同救医 也提醒学员练习空中瑜伽的时候 旁边一定要有专业老师陪伴 幸好这一次女子激紧自救 避免汗事发生 明显文林俊明才能报道